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哎呀 有没有有点雨 还好 天气有点冷 我记得我上一次踢球 踢足球可能是高中的 高一那时候 印象很深刻是在一个场 大雨中踢球的 那时候我们踩脚车 从南宁四中 一直踩到南宁三中 我记得很清楚 那时候踢到三中 哇很大 然后那边有足球场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踢 22个人 刚好11个人踢拳掌 我一个球迷有机会很爽 那种可能就是 差不多少年时候 那种不怕下雨 不怕各方面 去踢球那种感觉 但是那时候没有拍照 或者那时候根本没有照片 但是在我印象当中 那是很 很精彩的一场足球比赛 但是今天跟大家聊的 跟足球没有关系 跟这场地也没有关系 就是如何选相机 之前我讲了华为手机 其实我也是个用手机拍照的人 我也是有相机可以拍照的人 当我拍照的时候 手机的限制相机的限制 用过那么多器材的时候 发现不同的器材有不同的限制 之前我一直 可能我走过一段器材 但是很多人都 一直问我买什么器材 这个器材好不好怎么去用 这一集就是跟大家讲 如何选择相机 或者是入门相机 其实当你选相机的时候 我觉得有几点你要去考虑的 就是这一集我跟大家分享 在你还没有买相机之前 这是我个人的经验 或者是我个人感觉 个人觉得应该 你是要考虑清楚的 不是人家买什么 你就买什么 因为每个人相机的用途都不一样 你不一定人家买5D3 5D4 你要买5D4 你不一定人家买华为 你就不买华为 所以很多时候你要知道 你自己用的是什么 而当我们刚开始拍照的时候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自己要的是什么摄影 其实摄影是很广的 或者摄影拍摄 是很广的一个领域 就好像说 我要建房子 我要做工人 你做哪一种的工人 你是建电工 然后砖头 设计师 打泥土的等等 这些不同的工作 用的工具都不同 如果你是街头摄影的 你的相机要小巧 要方便 最好是安静 不能够打扰 如果你是拍延时摄影 或者拍风光的时候 你相机要耐得寒 要静得出风 吹 雨打 或者是你电池要够用 如果你是想随时随地都能够拍的 手机当然是最好的 所以每个人的拍摄都会不同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你先要知道你想玩摄影 你是想哪一方面 你只是想记录你的生活 只是想记录你的家人 你的孩子 或者是你去旅游的时候 方便带出去 你不可能去旅游 你带一个全家桶 全部大三元在家 因为相机 选择适合的相机 有点像找对象 你说我什么都不这样 他选他 他选他 这个题目太多了 我不做美人 好我们回到这边 所以当我们 之前一直有人问我 但是我最讨厌回答的就是 你应该选什么相机 当然也有人回答说 如果你讲 问选什么相机 而你不给出你的要求 就等于是耍流氓 这个也很有意思 这些的回答 所以今天如果你问我选什么相机 你首先要问你自己 你要的是什么 你是要拍照而已 还是你想拍视频 你想拍视频的时候 你要考虑到你的声音 考虑到你的光线 所以当我刚开始选相机的时候 我看的是觉得 哪个相机挂在身上 就比较帅气 我就选了哪一个 那时候我觉得尼康比较漂亮 因为尼康是个黄色的绳子 那时候我觉得很漂亮 所以我就选了尼康 所以之后我觉得富士的外型很好看 我就选了富士 最后这两个门都被我灭掉 每一次灭门都会大出血 然后最后我就入了索尼的门 索尼相机也是有缺点 然后我也有用佳能 所以现在我用的最多 基本就是索尼跟佳能 或者索尼是我自己的佳能 佳能就是如果工作有需要的话 我会选择佳能 所以索尼是比较方便带出去 所以这是我的经验之谈 所以当你选相机的时候 你现在要先想 你的摄影是要走多远 如果你摄影只是拍一年两年的话 你选什么都无所谓 但如果你是摄影的话 你是想走得很远 甚至拍得很广 甚至从微距到广角 从山到地到水到闪光灯 到所有全部的话 或者是讲覆盖面很广的摄影 可能就几个选择 一个就是佳能 一个就是尼康 我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如果你要带去 比如说你要买下水的工具 买这些工具 如果你买索尼水下拍摄的话 现在的工具很贵 而佳能尼康在这一路走来 很多第三厂 甚至你可以二手 都可以买到很好的整套的系统 所以这个是你要考虑的 如果你是想 这就为什么现在工作起来 在室外拍 在哪里拍 在山拍 在地拍 在水拍 在天空拍 都是选佳能尼康 当然如果你是选室内拍摄 你可以控制光线 你有很长的一天的时间 去设置你的相机参数等等的话 当然你选中画幅 甚至Face 甚至Harse Black 你在室内拍 但这个也有带出去 带出去它的镜头 它拍的速度 各方面 它就是它的缺点在这边 当然 如果你只是想接拍 可能你就会考虑富士 我会建议你考虑 富士和Sony 比较小的一个相机 其实富士接拍是蛮不错的 如果有钱的话 不过来考 觉得是现在来考有点贵 但这个是看你个人的喜好 所以当你觉得 我想拍照 但是又不想花钱了 我就想随便拍拍 我觉得你就选择手机就好 其实手机有很多的限制 比如说 在拍摄任何的画质上面 它前期已经损失的文件太多了 后期是基本上补不回来的 之前在选相机的时候 你是在后期上面 你有很多的素材空间可以去用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所以我个人在现在拍摄最多的 越来越多 我也会用使用手机拍照 而我这个就是记录当时的心情 很快的分享 在我的朋友圈 在我的微博 甚至当作是一种的练习 这个就是我手机 但是如果去到一个一天 比如说我要拍摄一整天的话 我就不单单靠手机 因为我发现手机的电池 如果你拍摄一百张以上 你的电池就受到很大的挑战 还没有讲你发的朋友圈 还没有讲如果万一 你的车坏了什么 手机的带电真的是 你又没有充电的话 都是比较危险的 但是相机的电量 就可以让我放心了 在一整天随便去拍 所以这个就是看每个人 所选择路都会不同 你说我只是 你说如果你要拍摄视频 你不单单要拍照 你要拍摄视频 而且要方便带的话 基本上现在选择的可能就是 富士 富士我没 富士之前我用富士拍摄过视频 我不太满意 就视频功能比较强大的 当然就是索尼跟佳能 索尼的视频功能强大 是它可以拍照 可以拍摄视频 它的画质也很好 而佳能的强大 是视频直出 或者是它拍摄C-Log 我个人有拍摄过C-Log 它C-Log很容易 在后期的调色很容易调出来 而索尼后期调色 你需要一点的技术 才能熟悉S-Log 但是我个人已经熟悉S-Log HGL HyperLog Gamma HLG HyperLog Gamma 之前有问我怎么去Python 你可以尝试HyperLog Gamma 它后期不需要太多 你就随便加一点的contrast 或者是对比 加一点的颜色 基本上白平衡 就可以出街了 但是S-Log 你需要很多的练习 你才能够有准确的曝光 但是佳能的直出 或者视频 佳能的对焦功能 视频的对焦功能 可能现在是我用的最好 我还没用过A7-3 但是我比较期待A7S 因为我需要是高感 而索尼在高感上面 无论在任何地方 它都可以胜任 所以回到这边 所以这个就是你拍摄的时候 你选择的相机的方向 大致方向 你要知道你只是手机 可以满足的话 你就选手机 还有就是镜头 如果你需要拍摄一个小的空间 又需要很广的话 全幅 或者至少全幅 会给你将来有很多上升的空间 你说我只是随便拍拍 就是看你 比如说你的摄影 你只是 这个有点像买钢琴吧 如果你们都知道 全部的钢琴是88个件 但是也有66个件 还有电子琴更短的 你说我刚开始 应该买88个件 的确很贵 但是你也可以买中间那个件 66个件 但是你66个件 所以就很多时候 你是希望一步到位 弹88个 全部的钢琴 还是弹 比较小的钢琴 你说只是小的练习 但是当小练习 当你走到有一天的尽头的时候 你会想用到大的钢琴 现在的摄影器材 或者人买摄影器材 有几个 比较通用的 通用的习惯 就有些人买了1D X Mark II 或者最高级的 或者D5S 或者尼康的 或者所谓大机 但是他却当手机去用 或者是当 很简单的手机上用 就发现拍出来照片 还不如手机拍的 就放在家里面 而有些人就 买了很大的相机 但是却用手机 一直是用手机拍照 就发现 或者讲怎么看你自己相机 选的对不对 很简单 就比如说你把你相机 带出去拍照的每一天给记录下来 如果一年365天 这相机你带出去的天数 超过一半以上已经很好了 但是除非你是职业摄影师 就算职业摄影师 他最多就是带 他不可能星期一到星期五都一直拍照 那一定累死了 职业摄影师一般都是 可能拍一三五 或者一个星期出去拍三天 才带出相机 所以如果相机你24小时 待在身边 你喜欢带出去 你喜欢用它来拍照 你喜欢用它来拍视频 喜欢用它来记录的话 表示你选对了 就算你手机 你喜欢用手机来拍照 就算你选对了你的器材 所以这个并不是人家用什么 你就要用什么 我个人可以跟你讲 我的A7R2 我的A7S 基本上每一天我都背在身上 对一个星期至少有六天 我都背在身上 然后A7R2当然是录制我的视频 然后A7S是拍摄我的严实摄影 因为到我看到美丽的风景 我是真的是想把它记录下来 所以基本上 这两个项目现在能够满足我的需求 但是你说有没有限制 现在我也知道他们的限制 我镜头的参数 不是镜头参数 镜头的焦距 所以当你选相机之后 之后还有另外一个 可能这个我分在另外一个地方去讲 就如何去选焦距 当然因为当你如果是不可更换镜头的相机 你的焦距就死在那边 你就需要有不同的镜头 因为镜头就好像有不同的压缩感 空间压缩感给你有不同的感受 所以你买镜头 你不要只是看参数 看这镜头 而是你要拍照 你要看这个感觉 是不是你想要模拟出来那种感觉 所以我个人对追求大光圈的镜头 不是太执着 并不是说我不会去买 因为我觉得是有点贵 因为我现在拍摄视频 我现在拍摄都是F4 所以就算我这个是蔡司2.8 很多时候我拍摄到现在 我发现2.8的鼻子对焦对上了 到耳朵都是萌的 所以有时候我拍摄视频都是用F4 或者照片我都是拍摄风景的时候 我基本上都是用F8 所以看你各种不同的设置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买相机 你好好去想 你是想用相机来做什么 是方便去记录 而是方便去追焦 是方便去运动 还是你要用相机来去赚钱 这些动机或者买相机的动机都不同 还有你就说我就是有钱 我就是想买相机 那很简单 就买最贵的 但是相机很多时候都会跌价 如果是你很有钱 你就是想买相机 我建议你买Leica M6或者MP来收藏 因为你花钱你买相机拿来收藏的话 跟你买相机拿来去拍照的话 动机不同 你选的对象也就不同 然后如果你买相机在拍摄孩子的话 你的追焦或者是你的方便去吃饭 带出去的时候 你都喜欢带出去 或者你最后你把现在相机再看 很多时候人买了相机就会很后悔 还是相机太重了 不想带出去 所以当你买的 当你还没买的时候 你就觉得这个好 那个好 但是当你买的时候 你就把它放在家里面 所以我这两个相机 我个人是终于算是满觉得选对了 就现在无论拍摄视频 拍摄照片 我的使用率一年下来 我觉得有三百 差不多三百天我都是带在身边的 不一定是麦克风 所以这三百天我带在身边的 就三个东西拍摄视频 就是我的手机iPhone 然后我的相机A7R2 我的另外一个相机A7S 这三个是我三百六十五天 至少三百天都在带在身边 无论去哪里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选相机的选 之前我的D70或者D90 特别是D90 D70我是放在家里放了一年 D90我是放在家里放了三百多天 然后富士的时候 我是带出去差不多有一百天吧 但是富士我基本上没有来 用它来拍摄视频 因为它的那时富士XE1 它的视频功能太差了 所以之前我剪接的那些延时摄影 不是我用回富士 而是我把2014年 我用富士拍的延时摄影的素材 再重新剪接 这个是以后准备做一集 跟大家讲如何去重新 另外一集跟大家再分享的主题 不是在里面 所以这个就是现在我相机的 相机的情况 有没有限制 有 我还在考虑我要入什么焦段 所以当我选好相机的时候 你相机就可以决定 你可以选什么样的镜头 因为不同的相机有不同的镜头 所以镜头当我选的时候 我会更加谨慎 因为每个镜头 买了我就好好去用 我不想去浪费它 因为每个镜头所表达的意义 所表达的感觉都很不一样 所以你选了相机 你就可以选镜头 所以我个人是先选机身再选镜头 你也可以先选镜头再选机身 但是镜头比机身要保值 当然你选相机 你要选其他的 像三角架 像其他的设备 你自己都要考虑 所以这个是 的确是蛮浪费的钱 你说 专业相机不重要吗 的确 当你知道手机的限制的时候 你就知道什么时候 应该把你的相机拿出来 而当你知道在阳光什么情况下 手机跟相机拍的距离 或者差距不是太大的话 你会发现 其实手机拍也可以的 所以这个就是 当你用多以后 我大概现在就知道 什么时候我用手机就足够了 什么时候我需要用到相机 所以 这个就是我个人的一些分享 如何去选择 希望对大家有个帮助 当你选相机的时候 你要知道 你自己摄影 你玩的是什么样的摄影 摄影很广 就像你建房子 你是负责哪一部分的 然后第二 就是你摄影 你是需要拍照 拍摄什么样的 是做工 或者是赚钱 还是只是记录旅游生活 还是需要飞上天上 下到水里面 然后你的钱 你希望能够保值 因为器材的确是会贬值 然后第三 你买了以后 你能不能保证 你一天有三百多天都会带出去 好 哎呦 脚麻痹 又脚麻痹 这个就是今天的分享 为什么我喜欢坐在这边 因为我的光线 我很喜欢用自然光 虽然是阴天 眼睛睁不开 但是很爽 下次见 看我能不能再跳一次 不能 脚麻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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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